接着呢,您就随着我镜头,咱们一起来看看 我现在这个位置是杨村云王西道的南端 这里应该是属于七街 那座古建筑就在前面,往右拐 据说这也是武清区唯一保存完整的古代建筑 现在我已经走出这条胡同了 从这里往右拐 拐过去就能看到那座古建了 这座古建就是杨村的清真北寺 就在前面 拐过来最明显的就是那个望月塔楼 那个塔楼现在正在维修 你看前面这有杨村北大寺 五个金色大寺 这座清真北寺是建于明朝万历的48年 另外一种说法是建于明朝的太昌元年 这两种说法都对 因为这个万历48年和太昌元年 是同一年都是1620年 在这座寺院大门的对过有一座照壁 就是现在我拍到的这座 这座古色古香的照壁正面 从右向左刻着杨村清真大寺这几个字 它的背面就是杨村清真大寺的碑记 上面记住了杨村的历史 包括这座清真大寺的修建 以及后来清朝明国时期还有解放后的几次修复 这座清真寺总占地面积有2929平方米 建筑面积是1171平方米 整体是座西朝东 是一个砖母结构的四合院样式的一座寺院 现在我镜头里拍到的这是它东端的过厅和大门 从大门进去之后 北面是三间北讲堂和三间北尔房 南面是三间南讲堂和三间南尔房 现在我拍到的这个是它的文宝牌 现在这里是一般保护等级的历史富贸建筑 从大门这里看进去正西方 就是这座清真寺的主体建筑 就是那座大殿 这座大殿看上去非常的气派 殿顶是那种勾连大的结构 一共有翘脚24处 铺的是绿色琉璃瓦和黄色琉璃瓦 这座大殿一共有五间 内部还有居住 同时容纳上千人进行礼拜 这座寺院的制高点就是那个殿顶以上的望月塔 那座望月塔现在正在维修 它的周边搭的都是那种架子管和网子 看不太清楚啊 这座望月塔呢 它的顶部也是琉璃瓦 是绿色的琉璃瓦 并且也是飞烟高峭的设置 这座塔一共是四层 总高度有32米 这座清真寺自1620年建成之后 到今年2021年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经历过明朝清朝明国时期解放后 保留下来的文物除了这整座清真寺之外 还有乾隆皇帝所赐的至成无锡扁 道光皇帝所赐的至公至善扁 还有同志皇帝所赐的至辞至公扁 另外还有明国时期的两块扁 一块是意在清真 另一块是大灾千元 现在我拍到的这个是大门前的一对门当 战古样式的门当 门当上面还雕刻有精美的神兽 看它的斑驳程度 应该年头也不短了 这座清真寺遭受毁坏最严重的是在1935年的那一次 当时寺院遭雷击失火 烧毁了后殿的一层 但是那一层在1937年的时候就已经修复了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修复扩建进行了好几次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修复扩建之后的样子 好这就是我这个视频全部的内容 阳村的清真北四 五清保留下来的唯一的古剑 咱们下个视频见 我现在五清区的城上村 这个城上村用俗话说就是城上 这个村子里面的房屋虽然说大多数都是解放之后建的 但是这个村子是一个古村落 村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朝以后 而且村子所在这个位置的历史就更加悠久 这个地方是泉州古城所在地 乾隆七年也就是1742年所修的五清县制里有记载 五清之为一也 秦以前未时和明 积诸史册 盖汉泉州 用奴二县地也 这个地方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 当时西汉在这里设置泉州用奴二县 直到唐朝天保元年也就是742年 这里才更名为五清 早就听说这个城上村有一座教堂 我是查了地图跟着导航过来的 现在已经看到这座教堂了 这是一座天主教堂 名字叫圣家堂 这座教堂建成于2002年 总占地面积有300多平方米 建筑面积是724平米 整体风格是罗马式的建筑风格 这座教堂可同时容纳1000人 还是挺大的 这座教堂整体是两层 并且在顶部还有两个塔楼 刚看到这座教堂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眼熟 您看看像不像西开堂 整体风格是有点类似西开教堂 只是整体架构有点像 细看之下 很多小细节还是和西开堂有很大区别的 您看它的二层还有一个外廊 外廊上还有宝瓶栏杆 而且这个位置的窗 这个教堂的窗是圆形的 西开堂那个窗是拱炫式的 好 看着村子里这座教堂 咱再聊聊泉州古城 当初这座古城也是有城墙的 当时这城墙宽17米 是用土荒住的 据今天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后来随着发展 泉州被并入了雍奴县 这座土城就慢慢的荒废了 到了宋寮时期 原来的土城已经被掩埋在土地之下了 土地之上慢慢的有人居住 逐渐形成了村落 但是这个村子最开始是无名村 我们都知道宋辽年间 大宋和契丹是战火不断 据说有一次 有一支辽国军队行兵致辞 迫害这个当地的百姓 如也时分 这个辽国军队里的一位将军 做了个梦 梦见一个白狐的老头 对他是破口大骂 骂这个辽国将军在他的城池上睡觉 并且还迫害当地百姓 这个将军呢 马上惊醒出了一身冷汗 后来多方打探之后 才知道这里是泉州古城所在地 他睡觉的地方土地以下 就是原来的城池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 这个地方就有城上的说法 就是城墙以上的村落 久而久之 这个地方的名字就定名为城上村 这个地方呢 除了这个城上村 相邻的之前还有两个村子 一个叫南四村 一个叫北四村 那两个村子统称为四上 就是我们武清俗称的四上 就是南四北四 根据这个城上村名称的来历 我猜测啊 四上村名称的来历 有可能说的就是当初 这个村子是建在了寺庙以上 在这个村子的北部 还保留着一座文宝碑 就是这个泉州古城文宝碑 据说这个地方呢 在1973年的时候 还出土过好多文物 其中最早的年代 可以追溯到西州时期 这个呢 是这个文宝碑的背面 不是这个文宝碑 和我对这个文宝碑 我现在在》 前面有双方 往前寒 在那个村子上 和外团的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边的设置是一样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家的房子就是这样的 这个西屋里面放了好多杂物 也有一个炕 这个老房子是面阔四间 西屋旁边还有一间 而且这个房子里面这个白墙应该是厚灰的 按照这个房子的架构来看 那个最开始应该不是白墙 看一下屋檐上的瓦 这个瓦上还有字 写的是天下太平 那个瓦当上细看的话 还有图案 这个村子呢是一个古村落 村子里的青砖老房子挺多的 而且大部分还都在使用 这个村子到底是哪呢 我先卖个关子 过两天再公布